我们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原住民妇女和女童权利深表关切 近期加拿大接连爆出原住民寄宿学校救治 发现一千多数无名墓葬和大量遗骸的消息 大量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受到虐待和强暴 加拿大还对大批原住民妇女和女童施行强迫绝育 我们呼吁对加拿大所有原住民妇女和女童被残害事件 进行全面公正调查 确保所有责任人被审罪依法 加拿大不能以简单道歉敷衍了事 必须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 我们也敦促加拿大打击国内持续存在的 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 亚洲人和亚洲人后裔 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件 今年是叙利亚危机爆发十周年 事实证明外部干涉挑动对抗 施压制裁只会给叙利亚人民带来苦难 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唯一出路 应由叙利亚人民自主决定国家的未来 美国英国等对叙利亚现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年美英等仅凭白头盔组织摆拍的视频 就悍然对叙利亚发动空袭造成大量无辜贫民伤亡 流离失所 美英等大肆对叙利亚实施单边强制措施 严重阻碍叙利亚经济社会发展和抗议努力 美英等自身人权劣迹斑斑 系统性种族歧视 排外行为根深蒂固 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关注人权问题 而是将其作为侵略 干涉 欺凌 抹黑 其他国家的见口和工具 人权理事会 美英对叙利亚人民所受苦难应付的责任